至於苗栗縣長劉振宏的胞弟劉振馳 竊佔陽明山國土一案 檢調懷疑劉振馳相關土地的買賣 以及違法占用的過程 因此呢 陽明山國家公園的管理處人員 是可能涉及包庇圖利 檢調昨天深夜呢 特別傳喚了陽管處前處長蔡百祿等四個人 並且在訓後將他們以貪污 竊佔等罪名列為被告 蔡百祿則在今天凌晨以20萬元交保 身穿黑色西裝外套戴眼鏡的男子 就是陽管處前處長蔡百祿 面對媒體詢問不發異語 在調查員的陪同下 快速進入士林地檢署 檢調偵辦苗栗縣長劉振宏胞弟 劉振馳涉嫌欠佔陽明山國土案 士林地檢署懷疑有官員涉及包庇圖利 在21號深夜11點 傳喚陽管處前後任共11名官員偵訊 當中以蔡百祿最受矚目 蔡百祿86年接掌陽管處處長 八年任期中就發生北投攬車避案 與櫻花溫泉渡家村避案 並在89年核准劉振馳 新建七七行管的建築執照 檢調認為有必要查明合照過程中有無必端 昨日以證人身份傳喚現任及前任 陽明山公園管理處相關人員共11名倒數應訊 訊問後其中七位證人請回 另外四人經承辦檢察官訊問後任罪有相關罪嫌 分別以新台幣5萬元至25萬元不等交保 檢調在偵訊後將蔡百祿與現任陽管處課長 陳彥博前承辦人謝文華等四人 列為貪污竊佔等罪被告 蔡百祿在22號凌晨1點以20萬元交保 過去曾涉入弊案如今不法行為在天一裝 想要全身而退恐怕沒那麼容易 UDN TV 林秉舟 周思瑜 台北報導